去年底 国家批准了上海城市新一轮 2017-2035的城市总体规划 这个规划 把这些年来 党中央国务院 对上海发展的要求 做了一个集成 并对接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 进一步明确了 上海城市的性质 功能定位和目标愿景 说亮点也好 盖过起来 就是建设 国际经济 金融 贸易 航运 科技创新 五个中心 作业的全球城市 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令人向往的 创新之城 人文之城 生态之城 新的总规 还就 上海城市 2020 2035的目标 论文章 论文章 做了具体的明确 还对 2050的目标愿景 进行了展望 上海自 2014年 启动 新一轮 城市总体规划的 变质以来 广大市民 广泛参与 踊跃戒严献策 现在我们设施 这个新的城市总规 同样需要 我们广大市民 共同关心 共同努力 凝聚各方力量 共同智慧 发扬钉钉子的精神 一张蓝图干到底 把蓝图变成现实 把城市发展得更好 让人民的生活 更加美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